一个最核心的原则也是我们常常犯的错误啊 也是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 就是晚餐我吃的少了 我之后可能就饿了 我们一定要注意晚餐之后就不要再进食了 那么我们这个晚餐一定要选择在一个合适的时间点去吃 这个时间点我们建议的是17点到19点之间 这是我们最佳的一个摄入晚餐的一个时间段 那么晚餐我吃什么 一定是要少盐的 少脂的 要吃优质的蛋白质 要富含这个多种维生素的 同时呢还要有膳食纤维的啊 这样的饮食才是健康的 有脂肪肝和没脂肪肝 其实这个晚餐都是建议吃的 但是有脂肪肝的朋友和没脂肪肝的朋友 这个晚餐是不是还有一些区别 其实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因为我们脂肪肝的病人 我们要尽量的逆转他的这个脂肪肝的这个发生 我们要治疗他啊 而对于没有脂肪肝的病人 我们要预防脂肪肝的发生 所以总的原则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要进行科学的膳食 当然了 对于一些肥胖或者超重的脂肪肝病人 我们要严格的控制这个病人 他热量的摄入 一般呢我们每天要减少500到1000 这个千卡的这样的一个热量 哦